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6月27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489天 过去36小时最大的悬疑 是两个人的销声匿迹和一个人的高调出境 自打瓦格纳兵变和平解决之后 事变两个主任公普京和普里格金突然失去了踪迹 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尤其是前者 按说国家遭此巨变 普京在第一时间现身 发布安靡告示 稳定军心 迷信 但奇怪的是 尽管他的两架专机确实返回了莫斯科 但普京本人却并没有露面 与此同时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新闻通讯社都报道出 针对普里格金的刑事指控尚未结案 尽管克里姆林宫已经做出了承诺 而俄罗斯国防部则发布了 部长邵伊古视察西部军区的视频 显示他仍然在指挥军队 宣传人员声称他前往SVO区 西德维纳部队前沿视察 听取了萨帕德纳亚集团军司令 尼吉弗罗夫上将关于当前形势行动 以及俄军在主要战术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情况的汇报 在谣言飞了一天多之后 普京终于在昨晚发表一个相当奇怪的演讲 没有提到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内容大意如下 一 任何武装叛乱都会被镇压 组织者背叛人民 这正是基辅纳粹政权和西方想要的 二 瓦格纳战士是爱国者 但被用在了黑暗中 三 多亏了瓦格纳的士兵 没有更多的流血牺牲 他们可以和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 回家或者去拜俄罗斯 美国迅速对普京的讲话做出了回应 美国总统乔拜登再次重申 他们没有与普里格金协调 美国的北约盟友同意我的观点 即我们必须确保不给普京任何借口 将此归咎于西方 将此归咎于北约 国务卿布林肯则称 外交官整个周末都在与俄罗斯外交官进行接触 以表明美国没有促成瓦格纳叛变 可以看出在俄罗斯败局已定的情况下 鹰将的确非常小心 避免给俄罗斯掀桌子的借口 在普京发表演讲之后 普里格金也打破了沉默 发布了一个音频讲话 称游行的原因是瓦格纳将于7月1日解散 我们开始抗议 希望那些在这次特别行动中 犯了巨大错误的人受到处罚 在该声明中 厨子解释了瓦格纳 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停下来的原因 1.我们不想让俄罗斯人流血 2.我们去示威而不是推翻政府 卢卡申科伸出了他的手并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然而到目前为止 普里格金似乎什么都没捞到 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据称今天卢卡申科也将发表一个历史性的演讲 再看看吧 回到战场上来 过去24小时 乌军在东线和南线全面开花 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巴格木特 过去的一天里 乌军在南北两翼同时向前推进了600到1000米 将俄罗斯人建立的战壕逐条清理 并揭秘了大量的敌人 乌克兰东部集团军发言人 切里瓦地城 过去的24小时里 俄军在此战线共有186人被击毙 224人受伤 8人被俘 另有大量的武器装备被摧毁 目前南义乌军正沿着运河 将俄军在南侧最后一个据点 奥扎里亚尼弗卡村的西南方向推进 看起来乌军希望在包好巴格木特的大入包之前 先在南北两翼包两个小饺子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频道已经在谈论放弃巴格木特 在扎布罗热东西也寄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乌军昨日解放了利夫诺博尔 注意啊 瑞夫诺皮尔是在被包围后解放的 最后未能逃脱的俄罗斯人都被服了 在拿下瑞夫诺皮尔 乌军迅速向该阵东南方向的斯塔罗麦斯克推进 目前斯塔罗麦斯克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正在重复上个星期瑞夫诺皮尔的故事 在赫尔松方向 三天之前 乌克兰先头部队在炮兵和电子战设备掩护下 成功地跨越了蒂蒂伯河 占领安东诺夫斯基大桥走岸入口的达齿村 并包围了俄军一个牌 疑似被一辆俄罗斯的BTR-80解救了 此后 乌军在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建了一座浮桥 并由渡船进行了增援 在随后的18个小时里 他们以M17公路桥为中心扩大了桥头堡 目前 乌军正在向奥列实际方向进攻 如果该阵沦陷 乌军将找到走出沼泽地的垫脚石 从内里进入开阔的地形 向左岸纵深推进 如果俄罗斯人不能设法阻止乌克兰部队 冲出岸边的沼泽区 二战时期的战役将很可能重现 即跨越地内伯河的侧翼攻击 又报道说俄军第810旅 接管了左岸的防务 但和第34旅一样 它的一部分也被调到了扎布鲁的前线 俄罗斯人正在重复去年 顾此失彼的一幕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 昨天 泽连斯基视察了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乌克兰军队的前线阵地 并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 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重要 我特别高兴地 向乌克兰武装部队 赫特曼 伯赫丹 赫梅利尼茨基 独立总统旅第三营之一 感谢你们保卫乌克兰 为我们的独立和自由而战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 照顾好自己 你们保住自己的生命 就等于拯救了乌克兰 自从开战以来 泽连斯基多次出现在各地前线 他的勇敢鼓舞了很多人 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乌克兰人的拥戴 在昨天视察前线的路上 加油站员工兴奋地拿出手机 与他自拍留念 总统先生的人气相当的旺 风暴一影再度出手 炸掉了克里米亚多个俄军仓库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 在议会的一次演讲中说 风暴阴影几乎无懈可击地 攻击了俄罗斯的军事后勤 并对战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莫斯科市区中心 昨天发生严重汽车爆炸 警察报告说 是汽车尾气自爆造成的 这回总算没让烟头背过 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仍然坚如磐石 德国和美国打算在年底前 将乌克兰再转让45套暴系统 澳大利亚将为乌克兰提供新的 7,350万美元的一篮子援助计划 该计划包括28辆M113装甲运兵车 14辆特殊用途车辆 28辆中型卡车 14辆拖车和105毫米火炮弹药 欧盟高级代表 何赛·博雷利报道 欧盟各国外长今天将在卢森堡 举行欧盟外长领事会会议 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新的 35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歼950人 一辆坦克14辆装甲运兵车 21门火炮10架无人机 昨天乌克兰国防部发文庆祝 摧毁俄军火炮数量突破4000 配图是一位乌克兰美女 对着被缴获的俄罗斯坦克 竖起了终止 这个倔强顽强的民族 永远都不会屈服 只有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才是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有益的强大 而建立在侵略扩张杀戮 敢玩命基础上的所谓强大 其实并不是真强大 而是低级粗鄙落后和野蛮 可惜这个现代文明社会的 最基本道理 普京总统不懂 很多俄罗斯精英和国民更不懂 因此俄罗斯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普京总统的责任当然首当其冲 但是很多俄罗斯精英和国民 也难辞其咎 所以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很多精英 和国民的思想 配得上他们今天 以及今后所该经受的苦难 但愿这个民族早日进一步的反思历史 早一日正视现实 加快自己进化的步伐 早日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大家庭中